宣布 请看大屏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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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时候 我会把我抬起来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双方选手 蓝方选手身高171公分 体重61公斤 目前为止的锐舞战绩是两胜两腹 他是来自于河南的崔良翠 那么在他的对面 四目相对的是蓝 是蓝方选手的对手红方 身高172公分 体重61公斤 他是来自于山西的吕正宏 其实我想说啊 我站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 其实压力特大 双方的气场站在这儿 很难呼吸 有句话叫做 会当林决女一览中山小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两位选手究竟哪一位能够登顶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有请本场主裁 第二场主赛马上就要开始 由蓝方崔流才输着个小辫子的对阵吕正宏 是的复仇之战 六七的时候判定绿子红色 这场是崔流才的复仇 我们知道崔流才最近在珠海的训练成绩 来看一下他的战力有没有进步 是的 首先崔流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爱门运动员 对 他这批当年在全 他是他现在离开全天下了 但是在全天下他那批当中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叫刘连杰 对 他们这批运动员都是在新生代的嘛 全天下当年就是新生代的运动员里头都是比较有想法了 对 就个性的 有特级的东西的 打法也是比较独特的 对 呃 吕泉洪其实应该是跟崔流才差不多属于一批一批 但是稍微晚那么一点点 嗯 嗯 吕泉洪属于那种稳达稳达型的 对 不是不是 吕泉洪属于稳达稳达型的 训练的也是比较红 来这 红手加 手机 看到吕泉洪这一系列的技打都是非常的重 是的 很重很稳 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 打完的踢或者踢完再打 就是连续的 是的 呃 但是有一点不可小视的是 崔流才有一些 嗯 打打打这些精灰 这样会使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会想不到的 你要是拿那个长 长路 平常人的路呢 所以你刚才说 他想法比较多 是的 他 哦 漂亮的身体技术 榴莲杰啊 都是比较有个性的选手 这种选手啊 争议比较大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呢 特别讨厌 对 啊 但是我个人对这种选手就是 我认为这个 呃 可以有 嗯 因为他毕竟是咱们这个赛事也是 需要有观众的 需要多元化的选手 是需要有这种感育自己的人的 嗯 哦 漂亮 哎 铺盖的 啊 白的不赖 蝴蝶盖的 嗯 来看一下 李正宏上位的 出点 哦 李正宏的一下 漂亮 很聪明的一个 在对手起来的时候 还追了一圈 是的 B仔啊 这个 其实他并不输给李正宏 虽然个子上 你感觉他比他矮一点 但是B仔不输呢 可以 还要两分 五秒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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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水 水 水 差不多快飘了那边 哦 两个人的拳法看来都是有进步的 包括这个 看他吹牛台这个拳法的进步是很明显的 打得很稳的 不像一级 刚才 躲闪和距离的控制都不错 是的 嗯 这个 新生代这批这个圈天下 嗯 那批选手啊 嗯 很多的会是 嗯 可能老一批的圈天下的选手不一样 就是他们 他们都知道拳法的欠缺都会自己去弥补这个问题的 嗯 像是呃 翠柳才流连杰上的一批这个 呃 过渡的这些 阿姆是他们的过渡过渡那一批 对 阿姆还是在这个拳法上还有欠缺的 啊 但是 这批还是很有想法的 现在现在应该是崔流才离开了圈天下 嗯 去了 珠海的一个呃 拳击馆 对 这拳击 我们看到他这个拳法也是进步很多 嗯 就像 你崔流才的话他今天打的也跟以往有点不同 但是他打的也非常稳 是的 嗯 拳法打这条 好 高一点 我看见这个 哎 战架也是哎 哎 想摔 哦 漂亮 漂亮 刚才余生环在地面上一顿上针 啊 还抓龙哦 但是这个乱灯很容易被吹了才抓住手脚的机会 你看见没有 六要手脚 没成功 是的 哦 又是一下 这个不放规的没关系 又要手脚吗 哎 压着打压着打 吹流才是个航海抽脚的一个选手 呃 他在这个游锁舞台的时候呃 最近的一个上海公开赛 对 也是用手脚锁了几个大级位的选手 是本身的特别棒 嗯 我们可以看到和刚才有些不一样 刚才吕正宏在地面上之后是直接站起来 然后现在的话是死死暴地对手 嗯 在地面上其实吕正宏跟吹流才打 吕正宏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 因为呃吹流才练地面的时间 决定是要比吕正宏时间要长 而且呃最近这个吹流才这个呃 地面这个比赛的经验啊 要要要比对吕正宏要丰富要锁脚 对吕正宏 果然有声红站了起来是的 而且站起来之后马上分开了距离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我好像被吓了一跳 对手和你有好碰拳你不能碰完全就打 呃呃呃不犯规 对不犯规但是 道仪上的话 是的 嗯比较我不管这个就比较黑漢 嗯 嗯 对手抱的 啊 好 再多来一下 这个吹流才 有袭击的机会 吹流才可以选择袭击 哎 这个就是预判的失误 他以为他松开以后这个吕正宏会会抬头 对 然后选择一下那个轴机 但是没有想到他没有这么确实 刚才看到吕正宏思路非常清楚了 被对手不能投进之后 他把一击手就直接放在地面上 像对手就在规则上的是规则 是放在袭击的 如果这个时候袭击 直接就会出现裁判就会出来了 两个 两个 我先进两个一桶来吧 这个是比较成熟的 看一张直接 过分 转针就会出现了 呃这个灯 他说呃 最经典的一个比赛是那个 呃 假设 我以为这个 夏威灯里都是 跳过 这一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吹流财这个拳击啊 确实进步不少 嗯 而且这个打法上啊越来越成熟 说明这个吹流财平时也是一个呃 场下以后也是个能思考的人 嗯 好的 第二回合 开始 呃 我吹流财的小边也乱了 哈哈哈 呃 呃 吹流财的拳法上呃 优势并不明显 像呃 呃 吹流财打这个拳法上还是蛮蛮有优势的 手有点低 对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 删一场 删一场赵亚飞那个手是很高的 经常在下落 呃 他户头的意识非常好 是的 呃 这个赵亚飞这个表现得特别好 但是目前看他俩这个户的都是比较 低 特别是吹流财现在手放的一个特别低 你像吹流财这样的战架 他如果对手起高扫的话就会比较吃亏 但是吹流财以我的吹流财理解啊 他这个脚步他会应该是会用的很少 他属于这个呃 拳法加暴摔 呃 然后呃 地面寝进的应该是大部分选择会是锁脚 他这个比较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他也对一个锁脚也是应该是比较轻入度中的一个人 因为其实锁脚在这个MV这个使用当中啊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精神 对没错 特别锁脚啊 手膝盖啊 手膝盖的影响也非常大 而且这个呃 早期喜欢看那个日本的那个 MV中红格斗的人啊 也特别喜欢这个手脚这个技术 好 也是想爆摔好 爆摔再次成功 是的 想用锁脚台吗 想做锁脚台 漂亮 但是看看对手的锁脚台锁的紧不紧 应该有有有有好像很紧的样子很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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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出来了 啊这个是其实这个错误就放在那个吹牛台自己身上 他这个动作他其实已经基本上有有位置了 嗯 哎 要做十足的 哎 没有 这个龙边啊 在被挤在笼子上做很多动作都是非常难做的 都是有限制 而且 在这个时候如果被对手记打到头的话 你头都没得想逃 是的 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MMA音乐员啊 嗯 他的一个团队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你是打笼子还是打边网的比赛 你打笼子我要你怎么用笼子 你打网我要你怎么去用网 你被 被锁脚你一定要就是说躲避这个笼子 选择 但是说你要是说是在 边网上 就是这个绳子上打这个MMA 如果被降服 这个大部分选择的第一反应是迅速滚到龙子外 不是 绳子外面去 嗯 重新开始了很多比赛都会 所以说这个 呃 不光是你练的好还 你还会会利用这些东西 因为 我们看到就是最高级别的MMA比赛UFC他们 是的 会有很多龙边的技术 龙边技术 值得去研究的 是的 哇漂亮的高手 刚才就是你提到了吗 他手太低了 太低了 嗯 就是UFC这个呃这种职业化的一个比赛 现在这个龙边呀 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去研究了 嗯 就和这个 你是练战力 还是练拳击啊 什么这些东西 哎 漂亮拳法的进步 啊 两位拳手 可以看到李正宏和对手拼的话 刚才被击中了一次下板 是的 没有太大的优势 嗯 嗯 现在看到崔流才 占据了比赛的主动 是的 崔流才的拳法看来明显进入很多 嗯 没错 啊 啊 崔流才的气势确实是打出来了 哎 崔流才很聪明啊 是的 没有选择一味的使用 嗯 哎 有木村手的机会吗 够呛啊 啊 看到对手的手机上挺深的 是的 呃应该是 没有希望做这个手臂的 他只是在做一个防护 那小心被对手拿单腿 哎 拿背了这样的话就会 嗯 但是还有机会 是的 哎 龙边 哦 这个体系很重的很危险 一分钟这一回合 出台是野性也很足啊 嗯 没错 现在这个头发散下来 流点像日本的合同 哈哈 哈哈 哎 这两下 把他手套上了 手不得太低了 他们的教练也在提这个问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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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连续的对轮 哦 连续一下 看这个吹楼材这个拳击啊没有白练 哎 这个走打的距离有点短了 可以看到和第一回合完全不一样 是的 现在吕正宏在被迫往后退 而且这个吹楼材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强 哎 正灯 哎 漂亮 这几下吹楼材这个有点盲目了 哦 这号你看CG也很重 是的 呃 这个最后的一打这一套啊 吹楼材出的很猛 在小时你想要做一些可能是KO性的动作 但是一生二长的机会 反而被这个吕正宏大陆的机会 打出了很多有效的点数 而且 呃 听说起来这个心态上还是很狠的 而且 明天感觉啊 他在吹楼材里之前 呃 金木耳特别的金木耳特别的金木耳特别的 金木耳特别的 这个新闻的燃子 我跟妳講的 先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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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自己怎麼看看 第2回合,还会成手打得沉稳一些,并不能像第2回合最后的一个阶段,大家论得太厉害的话,反而…… 他头发完全散开了,这是再数吗? 头可断,血可流,咱们发型不能乱。 就是他们,回家里边,它是以后的一招判。 对,小型孩子,它是这招刑的人哦,不过都是女性,所以不不会是女性,很妥��fect,小型孩子。 比起身时难受,复杂一度十分之一步,吃酒,吃酒,吃酒。 刚才, bow, 这一点,很熟悉,刚才那下几句。 刚才不过,那下是没有踢在头上而踢在胸口上。 你不用着急 手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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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刘才那个抗击打能力确实很强 一个他 一个我记得对我找气 我叫赵燕飞 对对对对 每句马里克这个后手轮摆 摆了多少个也是纹丝不动 有些人天生抗击打能力好 天生抗击打能力就行 下巴就硬 不是 我看他这个 现在崔刘才打拳啊 被打着了也不乱 对 眼睛还在看着对方 对 身体特别左 因为我们知道 在拳法里面拳击的话 应该是属于最有效率 最有技术性的东西 这也说明什么 催修台也是下功 对 没错 现在一个 宇宙宏唯一比催修台多了点 腿法上的优势 但是拳法上并没有 就是怎么讲的 他太大品 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催修台的暴摔也比较多一点 他打的第一次较量就是以判定结束的 但是这个第二次看看他俩具体能打成什么样 看这个躲伞 就是明点的就是一个拳击的躲伞 对没错 他会用身体往后仰而不单单是脚步的 对对对对 他这个以腰为东 肩 继续旋转 好 跳上 跳上街舞 哈哈哈 哎 漂亮的追击系列 哎 这个呃 呃 吕正宏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对 难道 呃 有低面了 他并不盲目去追击 蛮漂亮的 而且 收到对 Animation 挑战以后 他反而打得还是挺稳的 更稳 更稳然 反而是 就是中国需要这样的就是呃 知道成熟去去去去运作 自己的这个选手 杨杰罗 虽然都很表演 但是实际上打的都很稳 是的 那个 拳手开始从走向成熟体系了 特别棒 啊 好 漂亮 这一系列打的 这个影响看出他和孙雅都是一个剧手部出来的 就是打法是一样的 小碎拳不不不打一套 出去 再回来 再打一套 这个拳馆风格确实很怎么样 现在吹楼台有一些感觉对手实际上有一些往后不停的逃 是 但是 哎 漂亮 这下的吹楼台吃亏了 气势上感觉很好 但是其实还是吃亏了 吕正宏今天的战术实际上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冰淇淋 有点有点 就是说 其实这个MMM现场你看他气势获胜啊 气势上很凶 并不一定在裁判里占到什么便宜 对 没错 因为裁判了最后看的还是要看到你这个数据 打出的数据 裁判对这个吕正宏有一些忠告 对 吕正宏 你不能一直往后退 对 消极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是的 但是吕正宏千万不能听裁判的 是的 你要按照自己的套路打 对 没错 对 如果你要是说是没有自己的思维想法 按照别人的指挥那你就是输了 对 你还是得绕着打 是的 这个你绕着打并没有什么错的 没关系的 还是你在绕着打的时候 你反而会激动对手 对的 你就是按照硬拼你我个人 你绝对拼不住吕正宏千万 有点像屎似这种 就是誓死如归的人那种这种拿法的 还看这个吕正宏千万很会这种裁判 嗯 这就目的是鱼的比赛 是的 你俩反正现在就是拼的是脑子 漂亮的一个后手拳 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害 可以看到点数上 实际上李宗宏还是很占优 是的 嗯 这个包腿摔登的是 不知道是要抱还是不 弯个腰气包腿能包到人吗 有点低吕正宏 好 实际上最后的十秒钟 想要打到兴口上了 哦漂亮 漂亮 漂亮这小拳 这吕正宏千万 这吕正宏千万 因为他这个有效攻击有点少了 你可以看到 这吕正宏千万会结束 对实际上崔柔才最大的问题就是 嗯 实际上崔柔才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移动没有吕正宏那么快 是的 崔柔才是进步 我们是有谋控制 但是如果说是按照主义者来的 这个 吕正宏千万把主义者玩得更少一点 但是如果我还有一点 我会愿意在参举这个小鱼的 基本上就是还决定有 如果这些歌曲的比赛 有什么票还要打也许 还不可能 有这样的伤害 但是如果就是这么判定的话 还有 台湾还是反正的 但是 因为有效的激感的话 还是 正宏要跟他说 这个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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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哪个这个 如果 你 如果 你 如果 你 这个 纵上还没打得 甚至是很容易的 对 因为现在这个 游戏 就用这个 小鱼来把你 抽多少拳 多少拳 多少拳打在脸上 都凝聚一下 ok 我现在去看这个台湾的 潘尼马 看日式还是飞尼式 这个其实 很多人要看潘尼 比较像是 如果你要看 这个特别喜欢 MMA的传统 啊 看比赛一定要看 日排地还是飞鱼 日排地了 这个是对这个对 对国小MMA 很大的一个 水平吧 然后看到我 飞鱼还是一次的时候 这个水平也是 在提高很多 有时候 这样也可以像裁判一样 对每个回合 打一下分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 不要听我们的解释 所以我直接是 用静音的方式 接下来这个比赛大赛 ok 听了 继续为大家公布 最终的比赛成绩 最终 三方裁判 一致性判定 胜出者是 红方选手来自山西的 李正宏 好 非常高兴首先要恭喜你 那么接下来 我也想看看你的想法 你觉得你能够获得本场比赛 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平常去面 最终的教练给我的力量 所以说要感谢教练 其次 在开个玩笑 感谢你的对手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头发乱溜 对吧 好的 开个玩笑 其实我们所有的选手 都拿出了他们的毕生绝决 不用带来如此顶级的赛事 谢谢 你们来 恭喜 那麼接下來讓我們共同